为了打造更优质的创业环境 国发会本周将向行政院提报 创业拔萃行动计划草案 内容是透过松绑法规 规划创业园区 希望让台湾的创业环境 可以追得上其他国家 国发会主委管中敏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台湾的创业环境相当不成熟 已经落后其他国家 在亚洲仅迎过布丹与尼泊尔 对此国发会产业发展处处长 詹方冠 7号补充说明管主委的看法 强调台湾的环境与新加坡接近 发展创业环境上值得接近 管中敏认为台湾法规阻碍 无法吸引国际人才 也会让国际投资者跳过台湾 为了打造更好的创业环境 国发会本周将把创业拔萃行动计划草案 送进行政院 要从三大方面打造有力的创业环境 是有关于法规松绑的部分 我们在人才资金法规面等等 都会做一个检讨 那我们就要利用国发基金来支援这些创业 一刚开始在早期阶段 可能有的不足 那特别是利用这个机制 吸引国际的创投来 因为国际的创投如果来投资 台湾的创投事业 它就会让台湾的这些创投事业 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 我们就希望在台北市政府很慷慨的提供我们花博的这个园区 有一块实体的大概3000坪的地方 一刚开始 那我们想利用这个地方来塑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让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在里面都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资源 各式先进的指导等等 让他们走向国际 这项计划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 将花博园区打造成创业家群聚园区 提供较优惠的租税条件 吸引新进的投资者 另外国发会也打算成立创新创业资讯委员会 邀请企业界人士或国际有经验人士提供建言 优电TV中心罗正辉台北报道